同学我们来看到第二章2-1平面方程式这个习作 平面方程式当中我们首先要知道平面的法向量 坐标空间当中有一个非0的向量 这个n向量是一条直线的一个方向向量 而这条直线L和我们平面一垂直的时候 还记得吗 我们一字一有讲过 直线L跟平面一垂直有哪些条件可以往回 去看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称这个n向量 是这个平面一的一个法向量 那这个n向量与平面一垂直 我们就记为这个n向量垂直平面一 如图所示 那平面方程式如果n向量是abc 这个的话是平面一的一个法向量 而点a点x0y0z0是平面上面的一个点 那我们就可以写成a倍的x-x0加b倍的y-y0加c倍的z-z0等于0 也就是我们把它写成ax加by加cz加d等于0 那这个d就是我们把x0y0z0带进去而得到的数字 好接着我们来看三个轴的拮据平面方程式 一个平面如果没有通过原点 没有通过原点 这个平面与x轴y轴z轴交于a00 0b0 00c 则这个平面方程式就可以写成a分之x加b分之y加c分之z等于1 这个我们的abc就是这个平面1在xyz三个轴上面的拮据 而这个a分之x加b分之y加c分之z等于1就称为它的拮据式 再来两个平面夹角我们把两个平面的法向量分别从平面方程式找出来之后 那这n1n2这两个法向量的夹角θ就是这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之间的夹角 但是180度减θ也是另外一个夹角 那始终cosθ就等于这两个向量内积当分子 绝对值乘积当分母 这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 再来点到平面的距离就是p点到平面1这个距离就是公式 这个公式我们利用的是法向量 跟我们一个向那个点到直线的一个向量 随便一个向量做正摄影的正摄影长可以回去看 那第六个两平行平面的距离 就是ax加by加cd加d1等于0 ax加by加cd加d2等于0 那这一个公式就是这边 好接着我们来看基础题 第一个要算平面方程式 有一个点有一个法向量 用点跟法点法式 这样子来做就可以变出来了 那第二个a点在平面1的正摄影 也就是说ab这个向量就是它的法向量 那做出来的时候 ab向量这个法向量 我们这个平面可以写成2x-2y-z加d等于0 再把这个b点带进去 把d算出来也可以 也可以用我们刚刚用的这一种方式算也可以 所以在这边他是用2倍的x-4 再加上-2倍的y-1加上-1倍的z-2等于0 最后整理出来就可以得到 那第三个题目 两个点他们的垂直平分方程式 平分面的方程式 就是把ab向量做出来 ab向量就是它的这个平面的法向量 ab的中点做出来 这个中点就在这个中垂面上面 有法向量跟有平面的一点带进去整理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好再来看第二 再来看到第三题 这个平面这个1通过这三个点 那平面11的这个方程式 我们把ab向量ac向量做出来 那法向量是不是分别跟abac两向量垂直 所以我们就abac的外积得到之后 这个外积就是它的工垂向量 那得到工垂向量又平面过这一个点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点带进去之后 得到整理之后 得到我们这个平面方程式 那第二个题目 他给你三个点 这三个点分别是x截距 y截距 z截距的这些点所在的位置 所以直接我们就把它带我们的截距式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画干净一点 你再把它一起怎么样 一起乘上12 就变成6x-4y加3z等于12也可以 好 第四个两个平面的夹角 好 1万的法向量是不是 这个怎么x加z减6等于0呢 你就把它想成x加0y加z减6等于0 就是101那平面E2的法向量是1-22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他们夹角的cos是更好二分之一 好所以这个夹角一个是45度 那另外一个夹角就135度 好再来下一个题目 平面E1平面E2 E1E2有一个夹角是60度求k 好平面E1的法向量跟平面E2的法向量分别给它造就出来 造就出来之后我们再用我们夹角的cos去看 不过这边要小心因为cos60度正的 所以我们这一个夹角cos这里再算这个过程要加一个绝对值 为什么等一下算可以有一些作为 这样算出来我们这个作为k 刚好这个运气好k只有一个数字 通常这个平方k很多算出来会算出两个数字 有可能会有两个解 可是在这个题目算的还不错 这个出的还ok之下 这个k最后得到之后这个平面方程式就ok了 第二个E1跟E2互相垂直的话 他们两个法向量的内积会等于0 直接就把k给b算出来 就可以算这个k的值出来了 好再来第六个题目 这个点到这个平面的距离直接套公式没问题 第二小题呢 它是另外一个问法 满足2x-y加2z加3等于0 平面上满足这里的一个点 那求x加2的平方加y-3的平方加z加1的平方开根号 也就是说这一个根号的东西 就是到-23-1的距离 到-23-1的距离 它这个p点是在平面E上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23-1到平面E的最小值 最短距离 就是它的那个垂直距离 就相当于我们点到直线的 点到平面的距离 抱歉讲错 点到这个平面E的距离去算 -23-1到2x-y加2z加3等于0 这个平面的距离就是我们要的 好 第七题两个平面的距离 这两个平面的距离你要嘛 你就是2x加2y-z-5等于0 或是这里改成4x加4y-2z加12等于0 然后看你要怎么样 那我们用把E2这一个改成 这里2配2 这里2也配2 这里-1配-1 然后这样子等一下来做 两个平行平面的距离就搞定了 好第八个题目 平面E1跟平面E2平行 两个距离等于3 我们可以令平面的E1等于2x加3y-6z加d等于0 是不是差一个系数 那最后我们再用两个平行平面的距离去把d算出来 那这个平面就搞定了 好第九个题目 平面E1通过这一个点垂直于x-y加z加12等于0 与2x加y-2z加2等于0的两个平面 其实垂直于这两个平面就相当于 这两个平面的法向量 跟这个平面E1的法向量是垂直的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平面的法向量 N1向量跟N2向量分别做出来 再求N1N2的外积 就是他们的供垂向量 而这个供垂向量就是平面 平面的这一个E1的法向量 所以我们E1就可以令它为什么呢 x加4y加3z加d等于0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我们刚刚讲的 E43跟x-1y-1z-2内积等于0来做 这样最后就可以整理出一个答案了 那第二小题呢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平面E2通过这两个点 结与这个平面垂直 那我们先思考一下 AV向量 AV向量是平面法向量 跟它会垂直 那这一个平面2x加2y-z-4等于0 又跟平面E2垂直 也就是说这个平面的 22-1的这一个法向量 跟我们平面E2的法向量也垂直 所以我们AB这个向量跟N这个向量的一个外积 就是平面的这一个公垂向量或是法向量 他们的公垂向量就平面的法向量 那平面就可以写成 -4x-y-10z加k等于0或是4x加y加10z等于k这样子去算嘛 看你啊 这样做出来再经过整理之后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 好这是第九个题目 再来呢 第十个题目 AB这两个点平面E通过这两个点 且跟它的夹角为60度 在这边大家看清楚 这个A点跟B点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他们分别 是不是在它的 称为是y拮据跟z拮据的所在 不过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们怕会有时候会有lost掉 所以我们令这个平面E是AX加BY加CZ加等于D 有时候我要念成加D等于0 可是等于D也是可以的 那把A010B00-1带进去 分别得到B等于D或-C等于D带进去之后 你这个平面就变AX加DY-DZ等于D 好这个东西它的法向量是AD-D对不对 那平面F的话 它的法向量是不是101 那这两个法向量 它们夹角的 夹角的这个cos值是不是等于cos60度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什么小小的失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跟这个乘起来是A 没问题 0跟D乘起来是0没问题 -D跟E乘起来是-D 它这边写乘 -D应该是写-D才对 那这一个东西还要加一个绝对值 我不能保证A跟D相减一定是正的 我不能保证 所以我们这边加绝对值 不过等一下算的过程之后没什么差 因为我要一起把它平方 因为我既有绝对值又有根号要平方之后做比较合理 所以你这样子做完之后 你会得到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去得到A等于0或A等于4D A等于0跟A等于4D带进去这个方程式就会得到两个 分别是4X加Y减Z等于1或者是Y减Z等于1这两个方程式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1个如下图长方体 这个我们就直接给它做标化 那平面这个CFH A点到这个CFH的这个距离 我们把它这些点都做出来之后 CFH这一个我们要算他们的一个什么向量 这个平面的一个法向量 CFH的法向量 是不是分别把CF向量做出来 还有呢CH向量做出来 这个向量做出来之后 他们的外积 就是它的法向量 法向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CFH的平面 这个方程式给弄出来 那我们的A点到这个的距离 就是我们最后要的 第一小题结束 第二个平面CFH 跟这个ABCD的这个锐甲甲 ABCD其实就是我们的XY平面 XY平面就是Z等于0 Z等于0的法向量就是001 所以我们把这个弄出来 我们就把刚刚的CFH这个平面方程式 跟ABCD的方程式弄出来 他们的法向量分别 N1向量跟N2向量 他们甲甲的cos值就用我们的公式 绝对值因为我要的是锐甲甲 所以甲甲的cos值是7分之3 这是第11题 那第12题 12题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12题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趣会用到前面的 一个平面E通过 这一个243 而它与XYZ轴的正向 正向正向正向 这个分别交A00 0B00 0C 那原点是O M等于2OA加OB加三倍的OC这样子 其实两倍的OA就是两倍的小A 那OB就是小B 三倍的OC就等于三倍的小C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个ABC给你这一个结句之后 我们基本上它的结句是A分之X加B分之Y加C分之Z等于1 那我们这一个小M就是要算这一个2A加B加3C 等一下要算它的最小值 那其实呢 这个东西P点又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我们把这个P点带到这个平面的XYZ进去 就变成A分之2加B分之4加C分之3等于1 对不对 这样带进去我们第一小题就搞定了 第二小题呢 我们要算M的最小值 当M最小 第三题是M小值 最小的时候平面方程式 首先呢 我们这个是隐藏版的科西不等式 因为我们科西不等式一般都是一些平方和 跟平方和乘起来大于等于乘起来加起来之后的平方 对不对 可是在这边怎么样也没看到平方和 不过你要小心它有正向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2A加B加3C就是这个东西嘛 两倍的小A加一倍的小B加三倍的小C 是不是可以写成根号2A整个的平方 根号B整个的平方 根号3C整个的平方 可以写成这样 这边变成一个平方和的一个概念 那接着呢 我们还要来的是 我们刚刚有一个题目 是不是有一个 A分之满足第一小题嘛 A分之2 加上B分之什么 4 加上C分之3 等于1 这是科西不等式的一个隐藏版 为什么 这个也没有平方和啊 这个可以写成平方和2 是不是可以写成根号A分之根号2整个的平方 根号B分之根号4整个的平方 根号C分之根号3整个的平方 因为这三个加起来都等 这三个加起来等同为1嘛 所以你这个相当于这个东西乘以1大于等于这两个乘起来 我换个颜色 大于等于这两个乘起来 再加上这两个乘起来 再加上这两个乘起来之后的整个平方 就是2加2加3整个的平方 那最后呢 是不是可以写成大于 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这个等于1了嘛 这第一小题 那最后就变成2A加B加3C大于等于49 所以它的最小值是49 不过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等号成立的话 根号2A除以这一个 等于根号B除以这一个 念起来很难念 等于根号3C除以这一个 把它经过整理之后 A跟B跟C的比例 再做处理 A等于T B等于2T C等于T 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完之后 再把这个ABC等于几T 带到我们原来的 这一个式子里面去解T 解出T来之后 ABC就有了嘛 所以当A等于7 B等于14 C等于7的时候 这个M等于2A加B加3C 等于49 这个49是它的最小值 就如此嘛 所以当它有最小值的时候 它这个ABC有了之后 这个方程式就没问题了嘛 好 结束 我给它打开我了之后 那是这个ABC 我们的ABC 说明了之后 我们的ABC